这是一家人相隔12年团聚的场景 他们抱在一起 眼面痛哭 诉说着12年来的悲痛和思念 那么这一家人到底遭遇了什么 以至于分离了足足12年呢 故事还要从眼前的男人说起 他的名字叫陈晓峰 1982年出生在湖北的一处农村 因为家庭条件十分刻苦 他便早早地选择辍学外出打工 这一工作就是十几年之久 但因为没有学历 陈晓峰吃了很多亏 所以在2009年 他打算返回湖北老家 找一份电子厂的工作 勉强维持生计 而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将在之后的某一天 遇到了改变他一生的人 那是一个风寒刺骨的冬夜 打算下班回家的陈晓峰 在路边遇见了一名流浪汉 他身上的衣物残缺不堪 死死地握住手里的麻袋取暖 出于同情 陈晓峰便上前嘘寒问暖 眼看着流浪汉不会开口说话 陈晓峰这才意识到 他是个哑巴 他本想给老人买些吃的 随后转身离开 但又考虑冬夜寒风凛冽 如果老人被冻死 他内心肯定过意不去 于是经过强烈的思想斗争后 他决定把老人带回家 并取名为雅叔 而父母起初见到雅叔的到来 也十分不理解 儿子为何要这样做 可能是受冻的原因 雅叔开始捂着肚子 看起来痛苦不已 陈晓峰出于心疼 便立即把雅叔送往医院 但经过医生检查后 发现雅叔患上了某种腹部疾病 需要住院观察治疗 因为陈晓峰根本不知道 雅叔的具体身份 也不知道其家人是谁 所以住院期间的医药费 只能由陈晓峰独自承担 但陈晓峰并未有任何怨言 即便家里接不开过 他也决定治好雅叔的病 但对于陈晓峰的行为 同孙人都感到不解 为何他要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 在那边说了事情 然后跑到这边来了 还有人说 他不会说话是不是装的 然而对于同孙人的质疑 陈晓峰都从未理会 一直把雅叔当作妻人照顾 很快雅叔就康复出院了 这也是雅叔第一次 对陈晓峰比划手语 意思是对陈晓峰的感激之情 陈晓峰借雅叔懂得感激 也断定雅叔并不是坏人 而雅叔为人蠢土 勤劳肯干 不仅帮陈晓峰料理家务 就连邻居家有什么事 他也会主动上前帮忙 久而久之同孙人 也习惯了雅叔的存在 随后陈晓峰在家里创办了养殖场 而雅叔更是成了他的得力干将 因为雅叔在养殖上非常熟练专业 很多陈晓峰不懂的方面 雅叔都会帮忙解决 陈晓峰和其父母健壮十分欣慰 雅叔对整个家的付出 他们也是看在眼里感激在心中 我说他 你不怕将来以后 人家人就是老了以后 我们会把你 安顿好 可当他们打算收留雅叔一辈子时 雅叔的家人却突然出现了 原来当时正值疫情期间 挨家挨户都需要接种疫苗 可雅叔碍于没有具体身份 所以无法接种疫苗 在这时陈晓峰才意识到 即便他能赡养雅叔一生 但对于这种关键问题 还是无法解决的 于是陈晓峰便萌生出了 帮雅叔寻找家人的想法 随后陈晓峰带雅叔来到了排出所 在民警的指导下 雅叔终于写出了自己名字 原来雅叔真名叫都洪江 经过人口信息查询发现 有一个人的头像 与其高度相似 确定此人就是雅叔后 民警便联系上了其家人 就这样 一家人时隔12年 终于再次相见 他们抱在一起失声痛哭 互相诉说着思念之情 令人出乎意料的是 雅叔竟然对着陈晓峰下跪置信 同时这也宣告 两人相伴12年 将要面临分别 而故事的最终 雅叔再次和陈晓峰相见 并坐在一起 欢欢喜喜地吃了顿团圆饭 而陈晓峰的善良 也得到了回报 就在同一年 他被公安机关录取 开始为社会和百姓服务 事情至此落下帷幕 我们下期再见